我老婆最近心情不好 应该是和她的男朋友闹脾气了 吃饭的时候频频拿起手机发信息 看到她紧锁的眉头 我忍不住开口 我哥公司最近出了新品手表 销售火爆 要不你把那个限量款的买下来送给她 小男生应该很好哄黑色又趁她 话没说完她猛地抬头 神色不明地看向我 手机哐当掉在地上 我顿了顿继续说完皮肤 今天是中秋节 这样的传统节日 我和唐咬案例都会回老宅 陪家里人过节 老宅只有岳父和岳母两位长辈 不过他们前段时间去欧洲旅行 因为飞机延误没能在今天赶回来 两位老人虽然并不恩爱 但年纪大了却喜欢作秀 对外表演感情好 对于中秋节这样的传统节日 他们一向重视 刻意打电话吩咐我们 哪怕他们没有回来 我们也得回老宅吃个饭 表示对何家团员的重视 作为小辈我们不想惹麻烦 只能敷衍遵守 中午唐咬和我一起到我家 陪我爸妈还有哥嫂吃的团员饭 晚上我俩一行阑珊的来到唐家老宅 吃这顿被要求的团员饭 虽然放假唐咬作为总裁 该忙还是得忙 吃完午饭他就赶回公司了 晚上他来家里接我一起回老宅 一上车我就发现他情绪不对 见到我没有像平时那样 微笑给个拥抱 只是敷衍地扯了扯嘴角 就继续盯着手机屏幕 不禁一扫一眼 我看到他手机上打开的是微信 应该是在等什么人的消息 但没等到 他嘴唇紧敏脸色阴沉 半赏使气将手机往座椅一扔 仰靠在后座闭起眼睛 我饶有兴趣地瞅了眼 在座椅上弹了一下 又滑落在地的手机 挑眉看向他心情不好 是公司的事不顺 唐咬柔了柔眉心 没好气瞥我一眼 明知顾问我当然心知肚明 在外面找结语花的事 唐咬从没瞒过我 他最近养了的小男友 中午他在我家吃饭时 电话响了 他拿着电话去了前院接听 应该是小男友 要他晚上陪着一起过节日 唐咬拒绝了 因为他晚上要和我一起 回老宅吃饭 他这人有个优点 答应的事一般不会食言 更何况是答应了父母的事 乖晚饭就不陪你了你自己 应该是话没说完 对面就挂了 我听到前院的小狗在叫 就过来看情况 正好听到他语气温柔地 说这句话 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他眼里闪过一丝无奈的宠妮 那个小男友 估计就是因为这是闹脾气 不理他了 他们在一起刚一个星期 正是新鲜的时候 感情正浓一路无言 你不用放低身段去跟他们计较 你知道的 我的新鲜感最长不过三个月 我没有像以往那样一言不发 而是微笑点头 按好的唐咬表情微顿 手机没拿我指了指车里提醒他 吃饭的时候 唐咬频频拿起手机发信息 这也是他讨男人喜欢的原因 只要新鲜感还在他高兴了 可以把人捧上天 要什么给什么 面对男友的小作 他也乐得当情趣 愿意耐着性子去哄一哄 一旦逆了他可以心硬如铁 对方无论怎么闹 连他的面都见不到 把他惹烦了他 甚至能把人逼离这座城市 不过很显然 这个小男友还没到他腻的时候 他耐着性子 一条条发信息过去 可他的手机却没响起过一下 看来那小男友脾气还挺绝 吃饭时他全程闷不作声 脸上写着我不高兴几个大字 像是浑身发痒 整个人躁动不安 连带着都破坏我吃饭的心情了 王妈端汤上来时 他又一次点开手机屏幕 大长腿不耐烦地大喇喇往外一伸 正好踢到王妈的腿 我看到自己最喜欢的鱼丸汤 在王妈手里晃了晃 就这么掉落在地 此碗碎裂汤洒一地 你到底有完没完不吃就出去 我深呼一口气 唐咬道歉倒是诚恳 对不起影响到你示范了 我不看了 看到他紧锁的眉头 我忍不住开口 我哥公司最近出了新品手表 销售火爆 要不你把那个限量款买下来送给他 小男生应该很好哄的黑色又趁他 话没说完 他猛地抬头神色不明地看向我 手里的手机哐当掉在地上 我顿了顿继续说完皮肤 唐咬直直盯着我 像是在研究我的表情 梁九他终于相信我的诚心诚意 冷笑一声 他咬牙切齿 傅明周你真是可以啊 推销你哥的产品推销到我头上 你摸着你的良心 问富士珠宝缺客户吗 我不服气 反驳这个黑色时间万象 是限量款新上市 而且全球仅售五个 不知道有多少人抢着来预定呢 我哥都没出手 想留着再炒一波热度 我是为了帮你 才打算厚着脸皮跟我哥开口呢 你居然不领情 实际上是这个手表价格昂贵 噱头十足 其实性价比并不高 我哥本打算以租为主的 当然如果有人想买那最好 如果唐咬愿意买 也算为富士珠宝做了点贡献 他买谁家的不是买呢 好好 唐咬点头 我现在就去找你哥买珠宝 说吧他拎包就走 看着院子里亮起的车灯 我觉得莫名其妙 不懂他为什么生气 在为男人花钱方面 他一向舍得 有时为豆帅哥开心 能一致千金 对他来说 这个手表明明算不上贵吧 唐咬离开后 我慢条四里的继续用餐 甚至比平时多吃了半碗小米粥 吃完饭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被综艺里的桥段逗得捧腹大笑 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 王妈把厨房的灯关掉 给我拿了条宝毯盖在腿上 嘱咐我早点休息 就回自己房间了 偌大的客厅只剩我一人 我看着电视里的搞笑情节 笑着笑着眼泪猝不及防滑落下来 豆大的泪珠滚烫烈 我捂住脸颊 失声痛哭 哭着哭着 却又笑了出来 我没有任何难过 内心很确信 这是开心的哭 为自己真正放下唐咬 而由衷开心 我做到了 终于不再因唐咬而痛苦难过 不再为他牵动自己的情绪 唐咬再也无法影响我了 尽管做到这些 我用了整整四年 四年时间断舍离一般 我把唐咬从我心里一点点清除 再也没有任何残余 我为自己高兴 从今天中午开始听到 唐咬给他的小男友打电话 语调温柔的哄人 我的心里一片平静 毫无波澜 我就知道我终于解脱了 我和唐咬青梅竹马多年感情 相比于世家豪门 比比皆是的利益联姻 我们真实地爱过 所以一开始面对他的出轨 我才那样难以接受 可是身边所有人都在劝我 说唐咬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至少他是单纯的玩 从不动真感情 而且男人患得平凡 最重要的是 他很重视我这个丈夫 富士集团的任何活动 他都会出席捧场 给了我足够的尊重 有不长眼的男人 敢耍到我面前 唐咬一定会毫不留情地 教训一顿再把人踢了 甚至有人羡慕 我能找到唐咬这样的妻子 在我们这个圈子里 夫妻出不出轨不重要 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我的家人就是这样认为的 对于唐咬州的出轨 他们完全没当回事 我的家人对他有着 同为出轨人的同理性 他们认为夫妻双方 在外面找人 就是花钱找乐子 有理智的人 不管怎么玩 心里都清楚 加的重要性 特别是对于联姻的家庭 夫妻间的维系 靠的不是感情 而是利益 在豪门望族里 谈爱情 谈忠诚 谈专一 是会被耻笑的 我嫂子曾劝我 至少你们是因为恋爱结的婚 哪像我和你哥纯纯联姻 平时连话都聊不上几句 日子不一样过 爱情啊 我这辈子是不指望了 就连我妈都劝我接受现实 你看你爸年轻时 不一样爱婉 她找过的女人 那才叫入过疆之计 但她有分寸 向我承诺 绝不会搞出私生子出来 我就睁只眼闭只眼 这些年过去了 她年纪大了 没心情完了 还不是回归家庭了 现在啊 在她眼里 再漂亮的女人 还不如她的一根鱼竿重要呢 我妈拉着我的手 语重心长 有些人啊 就像小孩 年轻时 玩性重 玩累了自然会回家 何况你和瑶瑶不一样 你们那么多年的感情 在她心里 任何男人都约不过你 我不懂也无法理解 我只知道这样的感情 这样的婚姻 让我不快乐 大家都说到了 我们这样的高位 手中的财富 竟可以肆意挥霍 为什么不让自己 开心一些呢 在外面找人 只是豪门望族的一种享乐 何必计较 可是开心的只有唐瑶 我一点也不开心 让我不快乐的生活 我要改变 让我不快乐的人 我要丢掉 这天晚上我睡得很沉 还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梦见了我和唐瑶小时候 其中富家最发达的年头 就是在我小时候 那时候富家烈火油烹 一度被称为本事首富 黑恶势力那年头 还正猖獗 作为首富家的小儿子 五岁的我被绑架了 虽然很快被救回来 但我因为惊吓过度 已经说不顺 一句完整的话了 成了个小结巴 在幼儿园 我被其他小朋友嘲笑孤立 变得敏感自卑 突然转学来的唐瑶 犹如仙女降临 将我解救 在其他小朋友起哄 叫我小结巴的时候 她挡在我身前 义正言辞地批评 那些小孩欺凌弱小 同龄的她 比其他小孩高出半个头 很有威慑力 从此以后有她罩着 再也没有小孩 感冥着嘲笑欺负我了 对于年幼的我来说 拯救我的唐瑶 就是我心中的小仙女 有着无可比拟的地位 我变得很黏塌 放学回家见不到她 我就开始哭 爸妈本来就因为之前疏忽 导致我被绑架而自责 也格外关注我的精神状况 了解到我的情绪波动 是因为 舍不得唐瑶这个小伙伴 他们决定搬家花高价 买了唐瑶隔壁家的别墅 从此我和她成了邻居 爸妈的这一举动 还是有用的 放学回家后 我也能跟唐瑶一块玩了 我再也不哭了 笑容也肉眼可见的增多了 爸妈还惊喜地发现 唐瑶在耐心地纠正我的发音 教我慢慢说完整一句话 而我完全没有抗拒 对于 我变成结巴这件事 爸妈也很忧心 他们请了专业医生来指导我说话 然而我很抗拒 只要是来教我说话 我不是闭口不言 就是激动尖叫 在专业的医生 在我这里没有发挥的机会 爸妈只能放弃顺其自然 然而我对唐瑶教我说话 却乐意至极百分百配合 唐瑶对我也格外有耐心 在她的教导下 我竟然慢慢能说顺话了 等到了小学我说话 已经跟正常小孩无异 谁都听不出来 我曾经结巴过 后来我曾经问过唐瑶 为什么小时候对我那么好 愿意跟我玩 还帮我纠正说话 他们都嫌弃我是个小结巴 你就一点不介意 我问他 结巴又不是什么传染病 有什么好介意的 他说着冲我眨眼 关键是你可爱啊 你都不知道你小时候的样子 皮肤白白脸蛋圆圆 眼睛又大又亮 像个洋娃娃 我从看你的第一眼 就想要捏你的脸蛋 后来终于捏到了 跟我想象中的一样软弱Q弹 回想起来 他好像真的很爱亲我的脸 从小到大这一路 我和唐瑶之间 是他照顾我多一些 小时候他是玩伴 是朋友是姐姐 长大后他是女友 是妻子是家人 高中时 我的成绩一直徘徊在中上游 距离唐瑶的年纪第一 还颇有一段距离 为了让我能跟他上同一所大学 他对我进行了 惨无人道的学习辅导 堪称魔鬼训练 我嫌累学不下去 可无论是装乖讨好 在他那里都失去了 以往的效力 如果我们不能上同一所大学 到时候有男生追我 我可不能保证毫不动摇 每当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他就用这句话来威胁我 最可气的是 屡是屡爽 在他的鞭策威胁下 我咬牙拼命学 终于爬到了年级前十 最后成功跟他进入 同一所大学 我和唐瑶之间 一向是以他为主导 他比我聪明 比我上进 但他愿意慢下脚步 陪着我一起前进 就像在操场跑步一样 他总是会努力往前跑 跟我保持平行 可是这一次 他却全然不顾我 站在跑道上 看着迅速奔出去的唐瑶 我慌了 我叫的绝望唐瑶 你等等我 却只能眼睁睁 看着他越来越远的背影 电话铃声响起 我猛地醒来 惊觉自己已是一身汗 按下接听键 死党看热闹的 心思已经顺着听筒传过来了 你家唐瑶又上热搜了 他最近宠上的那个小明星 刚发了微博 晒了你家的新款限量表 关键是早上 唐瑶被拍到 从你家商场走出来 手里正提着那款表的礼盒 在死党有声有色的讲述下 我大致了解了事情经过 唐瑶今天早上去我家商场 买下了我说的那款限量表 而且可能是故意为之 他从正门出来 把礼盒拎在手中 让人拍了照片发了出来 没多久 那的小明星周成 就在微博晒了那款表的照片 有人在评论区问 是唐总送的吗 周成评论 恩无意间跟女友说 喜欢这款表 他就买来送我了 这下评论区炸了锅 靠我没看错的话 这款表是富士新出的限量款 富士二公子是唐总丈夫 唐总从婆家购买限量款礼物 送给自己的情人 论骚操作还得是我唐总 不愧是公认的海王界扛把子 唐总实乃当代成功女士的典范 当然 也有评论提到我的 这富明周 好歹是富士二公子 家势不比唐老差 怎么就任由他这么胡来 唐老是不是救过富明周的命 富明周被下降头了吧 富人圈的夫妻 都是各玩各的好吧 说不定富小少爷也养了小嫩魔 只不过没唐总这么高调 外人不知道罢了 忍者神归都没富明周能忍 我真是怒气不争啊 埋下了这么好的家势 评论里的含富量明显过高 前所未有的程度 以前 唐老虽然在外面高调 也从不介意他和其他男人的照片 被放上网 但他还是会让人盯着 一旦出现对我和富士不利的说法 很快就会消失 今天 评论里出现如此多关于我的讨论 大部分还是负面 却一直挂着 没有被删除 这是谁的手笔 显而易见 我猜 昨天唐老莫名其妙生气后 现在气还没消吧 没有空评 就是他对我的小小惩罚 不过 我可不介意 甚至想让舆论来得更猛烈些 我瞪大眼睛找了半天 评论里提到富士珠宝的内容 就那么聊聊几条 都是诸如 只有我发现这款表很酷嘛 也不知道会不会出评价款这样的 不痛不痒 没引起什么水花 看来 富士珠宝想搞个热搜不太容易啊 我开始思考 要不也去买点水军 也不知道有没有用 毕竟没试过 正准备打电话给我哥商量这事 死党又打过来了 我刚从我未婚妻那得到一个消息 今天晚上刘家那边有个品酒会 你家唐小会参加 而且带着那个小明星 怎么样 要不要去措索那个小子的锐气 让他见识下什么叫正事 我证为 你个大老爷们什么时候这么八卦了 哎呀 最近有点无聊嘛 在家躺几天了 反正你也不用出手 甚至不用正眼看那小子 只要你一出现 依你家唐小对你的重视 肯定会立马甩掉那小子 全程陪在你身边 你要是想出气 我可以帮你把那小子赶出娱乐圈 保证没人敢用他 怎么样 你是不是又被你继父和便宜弟弟气到了 我幸灾乐祸 别提那俩糟心祸 我现在还一肚子火呢 行 我去说完我挂了电话 决定去品酒会 不是为了下白什么正式身份 也不是去教训小三 只是想认识一下柳家那位小小姐 柳如烟 虽然我尽量低调了 可是进场时 还是明显感觉到四周同时扫过来的视线 看着大厅中央 端着酒杯被众人簇拥着 极其显眼的唐妖 以及跟在他身后的周城 我就知道 又被这俩话题中心人物连累了 我低着头 默默走到角落 在沙发坐下 环顾大厅一周 并没有看到作为主人家的柳如烟出现 也是 这种品酒会 一般都是他大哥主持的 他也就偶尔陷的身 我百无聊奈的等着柳家大少出现 不远处 唐咬正跟人谈笑风生 以往 他在外人面前 会格外给我尊重 可是今天 我出现后 他却没有像以往那样 立马丢开身边的男伴 站到我身边 反而伸出胳膊揽住那个周城 做出更加亲密的动作 我毫不怀疑 他再演给我看 但我不明白他的用意 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想要让我生气 吃醋 按理说不应该啊 以前 看到他身边有男人时 我不是没激动过 他会温柔的安抚我 一遍遍告诉我 那些男人不配我动目 不配让我费心思 现在 我做到了 对于他身边的男人 我连余光都懒得落一下 他看起来似乎并不为此满意 我也不想费那个心神去猜他在想什么 现在的我对这个不感兴趣了 懒懒靠在沙发背 我一边品酒 一边用眼神四处扫描 终于 柳家大少的身影出现了 我起身 准备去找他要他妹妹的联系方式 刚要卖脚 却被突然出现在眼前的人挡了路 副总 有没有空聊聊 是唐咬身边那个叫周成的小明星 他什么时候过来的 看来 唐咬最近确实宠他 以至于他不知天高地厚 竟生出了跟我叫板的胆子 但我现在没空理会他 我盯着柳大少 生怕一个错眼 人就溜走了 没空我绕过挡路的人 想要继续朝前走 不料 他居然伸出胳膊 直直拦住了我 我不可思议地看向他 你确定要拦我 你也就仗着自己是附加二少爷 才敢这么耀武扬威 如果没有这个身份 你根本不配站在唐总旁边 唐总喜欢的是年轻有活力的男人 我懒得听他唧唧喳喳 抬眼看去 柳大少已经不在原地了 我急着在大厅扫了一圈 还是没找到人 唐总说 最爱我肩朗的身体 是我的皮肤嫩得能掐出水 副总年纪大了 想必很久没和唐总恩爱过了吧 哗啦 我端起一杯酒 朝他脸上泼去 成功让他闭嘴 无聊 害我错过了跟柳大少搭话 谁欺负你了 清脆的嗓音突然出现 我抬头 看到唐咬迈不过来 周成的头发满是红酒 正滴滴答答往下落 挺狼狈的 唐咬的目光盯着他 周成别了别嘴 委屈地看向他 他什么也不说 只是抽抽答答答地哭 看着可怜极了 唐咬腻了我一眼 你泼的 对我爽快承认 我泼的唐咬瞅了我片刻 墨地笑出了声 他走到我面前 熟练地清了我脸颊一下 不是跟你说过吗 外面的男人不配你费神 生气多了容易老 我无所谓的口气 我本来就老呀 都快三十了 刚才你的小情人还说 你已经不愿意跟我睡了 嫌我年纪大 你刚说这话了 唐咬看向周成 明明很平和的口气 却莫名让人胆寒 周成色缩一下 软着嗓音 唐总 我 滚 唐咬立声道 他看向他的眼神 带着不可置信 似乎不明白 刚才还温柔哄他的人 怎么突然就变脸了 唐总 别让我说第二遍 周成可怜兮兮的眨了眨眼睛 鼻尖微红 像被人丢弃的小狗 他抬头看了一眼唐咬 见对方无动于衷 忠于死心 哭着跑出去 唐咬仰头凑近我 温热的气息洒在耳边 你要是不喜欢他 那我换一个口气 像是在问今天吃中餐 还是西餐一样随意 他望向我的目光里 甚至含着笑 忽然间 我发现自己不适应 他这样近距离的接触 内心产生了抗拒 我不自觉后退一步 跟他拉开距离 唐咬察觉到我细微的动作 轻笑 还气呢 回家给你赔罪 他自然地牵着我的手朝外走 我想甩开他的手 又怕伤了他 所以放弃了 算了 时间不早了 我也不想一个人在外面太晚回去 唐咬一路牵着我走向停车坪 唐总 男人略带磁性的声音响起 周成捂着肩膀从暗影中走过来 他穿着单薄的礼服 外面的空气确实有些凉 唐咬看他一眼 你怎么还没走 周成咬着嘴唇 我等了很久 那就去一边等着唐咬冷漠道 小明星渲然欲气地望了他一眼 委屈地退到一边 刚走到车边 我的手机响了 司党问我 你去哪了 怎么在大厅没找到你 家里的事才处理完 我刚到 我准备走了 你知道我每天要早睡的 走了 你不是要找那位柳家小小姐吗 我听说她等一下也要来 我顿住脚步 挂完电话 我对眼前人道 不回去了 我还有事唐咬以为我还在生气 她柔声道 过几天可以休个短假 要不我们去济州岛 你不是想去海边吗 没时间我直接拒绝 在唐咬看来 我这就有些不依不恼了 毕竟 以往她只要给个台阶 我都赶忙下了 从不让她为难 对于她来说 整天在家无所事事 坐等拿分红的我 怎么可能没有时间 对了 我不回去了 我继续道 我是真有事 唐咬收起脸上的笑容 冷笑一声 行 她冲着旁边喊了一声 过来 我还在纳闷 片刻 周成小跑着来了 唐咬利落地把我脱下西装外套 披在她身上 一把僵人揽过 周成乖乖任她摆布 带你去吃好吃的 嗯 唐咬温身哄着 好 周成点头 两人上车 离开 我站在原地 内心平静无波 刚转身 旁边传来悦耳的女声 哟 出息了 这次没顺着台阶下了 我定睛一看 惊喜道 燕燕 你怎么在这 眼前的女人纤细的身体 已在车门处 秀雅绝俗的脸上 露出无奈的笑 我是不是从来没说过我姓什么 好像其实 燕燕是我的小名 我姓柳 大名叫柳如燕 她很随意的语气 这是我家的地盘 你说我来干什么 好一会儿 我才反应过来 随机激动地冲过去 抓住她的手 有些不敢置信 你是说 你就是传说中 那个不愿沾手家族企业 勇闯娱乐圈的柳家小小姐 柳如燕福娥 什么传说啊 这么夸张 难道不是 你从来不出席柳家的商业活动和宴会 我都没在公开场合见过你 家里的企业我不感兴趣 都交给我哥接手 这是我和他商量好的 他解释 还有 我只是开了家娱乐公司 不是什么勇闯娱乐圈 说得好像我去参加女团选秀 要当爱豆出道一样 我站着身体 认真将他上下扫视一遍 无比重肯到 以你的外形要想出道 绝对能当顶留 我谢谢你啊 他没好气 你我一眼 咱也别站这里聊了 到亮点的对吧 好 我点头 跟他一起朝品酒会那边走 对了 我这次过来 就是来找你的 准确的说 是来找柳家小小姐的 之前并不知道你们就是艺人 找我什么事 我想拍电影 旁边的人一个亮枪 你没开玩笑 我周围的亲戚朋友 家里都没有涉及娱乐圈相关产业 我所知道的 也只有你了 我认真到 不开玩笑 我去年拿到了 京都戏剧学院导演系的硕士学位证书 他瞪大眼睛 你默不作声 念了个研究生出来 什么默不作声 我们也好几年没联系过了 也对 上次见你 你还因为感情受伤哭鼻子呢 他这么一说 也勾起了我那段不好的回忆 说来 不算这次 我跟柳如烟一共也就见过两次面 上一次 是在四年前 那天 我第一次发现唐晓出轨 周六 唐晓明明答应陪我去西郊温泉 却临时爽约 说公司有事 行 那就别怪我去商场血拼 花光你卡里的钱 电话里 我气冲冲 他好脾气道 刷吧 我的卡就是给你刷的 买得越多我越开心 那天 我没有去购物 还是一个人去了西郊温泉 因为那段时间 我就出奇的很想泡温泉 可是 在温泉馆 我却看到熟悉的身影 唐晓穿着浴袍 趴在一个同样穿着浴袍的年轻男人背上 两人像普通情侣那样亲密打闹 你不是说我没泡过温泉吗 这不就带你来了 年轻男人在他脸上巴唧一口 谢谢姐姐 姐姐真好 就这 不然呢 等下到了池子里 唐晓的声音小了下去 哎呀 这就等不及了 男人不怀好意的盯着他也遇到 看到他们走过来 我竟然闪身躲进旁边的走廊 这一刻 我连冲上前质问的勇气都没有 我为自己的卑微感到可视 我不知道自己一个人在阴暗的走廊站了多久 只知道 心脏像被人狠狠捏碎了 痛到麻木 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 不停从脸颊滑落 巨大的悲痛袭来 我捂着心脏 感觉快要窒息 一阵阵晕眩袭来 求生的本能让我想朝有亮光的地方奔去 瞬间视线里多了一双急促凌乱的双脚 接着 我被人用双臂接住 醒来时 我在医院 送我过来的人就是柳如烟 当然 那时我还不知道他叫这个名字 他就直挺挺坐在旁边的椅子上 靠着墙壁 双眼闭着 像是睡着了 我被他那张美丽的脸惊艳到 默默欣赏了一会 过来给我量体温的护士小声说 你女朋友很紧张你 昨天夜里你发烧 她守了你一夜 天亮时 你体温降了 她才坐在那休息一会 她不是我女朋友 我不好意思的解释道 听到我的声音 她睁开了眼睛 笑容都带着疲倦 你醒了 睁开眼睛就更好看了 心里这么想着 表面却礼貌客气 是你送我来医院的 谢谢你 想到一个陌生人 都能在医院守我一整夜 作为我的妻子 唐咬去连一个电话都没打来 很显然 她昨晚并没有回家 心脏纠疼的感觉再一次袭来 眼眶又不争气的红了起来 美女看我哭了 忙不来帮我拿指镜 不就是你老婆出轨吗 大不了离婚 她安慰我 你也看到了 在温泉馆 你一直盯着那对男女 又哭得这么伤心 我猜的既然已经被看到了 我也懒得遮掩了 我不想离婚 那么多年的感情 我舍不得 眼前的美女魔光暗了暗 嘴唇张了张 想要说什么 又放弃了 外上 她开口 为别人伤心不值得 对自己好一点 你真是个好人 我半开玩笑的说 嗯 喜欢好人卡一眉 不错她轻笑 我盯着她的脸 忽然有了发现 话说 你看着还怪眼熟 你才发现哪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那我来提醒你一下 四年前 大学校园里 拿着摄影机的女生 你是奄奄 很荣幸 你没忘记我的名字 我当时拍完短片 准备发给你看看 给你发消息 你再也没回复了 说着我拿起手机 从微信通讯录里 搜索出她的名字 聊天框里 只有我一个人的消息 不好意思 我后来出国了 哦 好吧 时隔四年 我们再一次相遇 还挺有缘分的 我感慨 你这微信还在用吗 最近把原来的号码 找回来了 还在用 行 那我继续存着 后来出院后 我把医药费 通过微信转给燕燕 她没有接受 我说请她吃饭 她说不用 一眨眼又是四年 期间 我们再没见过面 作为主人家 刘如烟 把我带到宴会厅 二楼的会客室 隔绝楼下的喧嚣 这里的安静正适合谈试 你真打算拍电影啊 她一坐下就问 也不是一上来 就要搞多大阵仗 这也不是毫无经验的小白 数时期间完成的几个作业 老实都说我有潜力 毕业作品拍的那个短片 还得全国性的一个影响 老实说 那个奖项挺有分量的 我拍的几个作品 在我这个账号里都能看 不过之前都是小打小闹 现在我想认真投入这行 不管能不能成功 我想试试 这几年无所事事 荒费了时间 突然想搞失业了 对了 如果我以后要深耕这个行业 要不要开个影视公司 我不是跟你抢业务啊 只是方便自己拍戏 不用柳如烟不假思索 片刻 又到 我们公司有个电视剧项目 正在开拍 你可以去剧组跟一段时间 我让方导带带你 你这么聪明 估计跟一趟下来 基本就能学个大干 后面就是亲自操刀 积累经验 熟练技术 倒戏这行业 虽然很看才华 但多学多练一样重要 我边听边点头 不愧是业内人 考虑的就是周全 至于开公司 他顿了顿 没那必要 如果你只想倒戏的话 其实可以来我公司 虽然公司只成立了几年 但资源这块还真不缺 公司也不会过多限制你 如果你想当老板的话 可以给我公司投点钱 当个小股东 就更没人敢管你了 这不比你从头 开始建立个影视公司省事 我盯着柳如烟 一动不动 他被我看得有些不自在 尴尬得咳两声 怎么了 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我老是承认 你的公司 虽然成立的年头不长 但我查过 市值可不低 多少人挤破脑袋 想分一杯羹 都被你拒绝了柳如烟挑眉 怎么 有便宜还不敢站 敢 我眼里满是笑意 怎么不敢 虽然我不明白 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大方 但我对他的用意 却没有任何怀疑 以我哥和他哥的交情 他至少不会坑我 那 谢谢刘总照顾我伸出手 合作愉快 他伸出手跟我相握 微笑 合作愉快 那说好了 我明天就去剧组报道了 麻烦你跟方导说一声 免得我突然出现 把人吓着了 对了 把方导的微信给我推一下 我提前跟人问个好 我便跟他一起朝外走 便叙叙叨叨说了一路 对了 你有水军方面的资源吗 我有些不好意思 富士珠宝最近有点话题 我想趁机炒炒热度 我没记错 这些热度是糖尿带来的吧 你还真不在乎了 还想添拔火 感情一文不值 我现在只爱钱 我故作深沉道 我可是富士珠宝的第二大股东 富士越火 我挣得越多 想挣钱来投资我的公司就对了 娱乐公司可比实业来钱快 有没有兴趣来我的公司 当第二大股东 那不是在你手中抢钱 你舍得 你的话 舍得他神色认真 看着他直勾勾的目光 我忽然心生胆怯 忙转移话题 我问你水军的事儿的小时一桩 我们公司养了一队营销号 水军多得可怕 他走到自己车门前 送你回去不用 我开车了这么晚了 你一个人开夜路不安全 你的车就放这儿 明天我让人给你开回去 行回去的路上 柳如烟全程哼着歌儿 好像心情很好的样子 接下来几天 我每天都泡在剧组 跟方导学习拍戏 可能是因为柳如烟打过招呼 方导虽然拍戏时脾气有点暴 但对我还算有耐心 几乎有问必答 在剧组这段时间 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块海绵 疯狂吸收各种知识 有些累 但又有种奇异的满足感 难得休息一天 我去富士集团旗下店逛了一圈 刚走出店门 就看到四周有一个鬼鬼祟祟的人 我没理会 继续朝前走 走了两步 其中有个人 似是咬了咬牙 拿着话筒冲了过来 他身后还跟着一个 抗着摄像机的人 镜头直冲着我 傅明周先生 您知道您的妻子唐咬 跟当红流量小声扬翻了什么 作为丈夫 您是怎么想的 还没反应过来 下巴前已经处了一个 别着大logo的话筒 我愣了片刻 很快恢复从容 对着话筒漫条私里道 我和唐女士正在讨论离婚的事 关于他感情的事 我已经不关注了 拿着话筒的记者职业素养不太行 惊讶的表情很夸张 可能是看他采访顺利 躲在一旁的另外几个人 也带着设备冲了过来 一瞬间 我面前多了好几个话筒 我皱了皱眉 我现在不会再回答任何一个问题 你们在挡着我的路 我就报警了 眼看着我掏出手机 真的要报警 可能是考虑到 我身后有唐氏和富士两家力量 得罪我了 怕真的被追究 唯独我的人犹豫片刻 还是收起设备离开了 可我被这事闹得挺不愉快 本来还想洗个脸的 也懒得去了 直接回家 以往 唐咬不管在外面怎么玩 公关那边都是打好招呼的 任何人不能来打扰我 之前他跟一个男团爱斗 也好过一段时间 但从来没有任何八卦记者 敢拿着话筒直接读我 看来 他也是越来越懒得 为我费心思了 无所谓 我早已不会为这样的事难受了 回家的路上 我翻了翻娱乐新闻 果然看到唐咬和那位杨帆的新闻 他俩被拍到 昨晚一起吃火锅 状态亲密 吃完火锅后 两人同时进了酒店 一夜未出 直到今天早上六点多 杨帆才从酒店出来 坐上等在外面的保姆车离开 杨帆是当红流量小生 有一部古偶剧 前段时间小爆了一把 最近势头正热 不少娱乐记者蹲他 唐咬又魂不吝 他自己也不混娱乐圈 所以从不在意会不会被拍到 预计拍到他们很容易 网上甚至有他俩吃火锅时 唐咬靠在杨帆肩膀的正面照片 还别说 看着挺甜蜜 刚到家 唐咬的电话就打来了 语气阴沉 你跟记者说我们要离婚 对我直接承认 是打算离婚 我跟你说过 不要在意外面的男人 明周 我想不通 到现在为什么 你还在为这样的事闹脾气 但这次你过了 你怎么能提离婚两个字呢 你忘了我们曾经的约定 没忘我打断他 结婚时 我们对彼此的承诺 以后无论怎么吵架 谁都不能提离婚 确实 以前就算在痛心难过 我也没提过离婚 那是因为 以前我还爱他 放不下 而现在 我不爱了 不带他说话 我继续道 没有闹脾气 也不是气话 唐咬 关于离婚的事 我们该好好谈谈了 他深吸一口气 我正在回家的路上 等我挂完电话 站在客厅的我 望着落地窗外的 郁郁葱葱 不自觉笑了 我终于能做到了 毫无负担的开口 说出离婚两个字 我不是一个坚强勇敢的人 走到这一天 我用了整整四年 四年前 第一次发现唐咬出轨 我痛苦到像是死过一次 我不明白 口口声声说 爱我的唐咬为什么会出轨 委屈 不甘 愤怒 绝望 各种情绪交织 让我喘不过气来 心如刀脚 在温泉晕倒后住院又出院的事 唐咬完全不知道 他那时候可能对那男人正新鲜 而且是第一次拥有 除了我之外的另一个男人 刚刚品味到各种乐趣 有些乐不思数 他已经连续几天没有回家了 人生第一次 我滋生了一种叫嫉妒的情绪 我竟然嫉妒 那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男人 嫉妒他能引起唐咬的注意 让他产生兴趣 浑浑噩噩噩的我 连思考和行动都变得愚蠢 我竟然开始偷偷跟踪他们 我找人查了那男人 发现他还是一位在校学生 刚刚大三 年轻又活力 那几天 唐咬每天都去学校找那个男人 他的着装都变年轻了 不是休闲装 就是运动装 走在校园里 看着还挺像在校生的 他们跟普通情侣一样 手牵手逛林营小道 去食堂吃饭 到图书馆自习 这样偷窥他们 等同于自虐 但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停不下来 后来 我终于忍不住 打电话给唐咬 让他回家 我哭着质问他 为什么不要我了 他搂着我 声音温柔 没有不要你 你永远是我的宝贝 他一遍遍地向我沉默 爱我的心永不会变 为了安抚我 他直接跟那男人分手了 那段时间 他每天都在家里陪我 还亲自给我做饭 终于 他把我从惊慌不安的情绪中带出来 我开始自我说服 对 他爱的人是我 外面的男人只是消遣 不然 为什么我一难过 他就跟那人分了 可是没多久 他又找了第二个人 看着他再一次带着别的男人出双路队 我经历了又一次的心理折磨 我知道 稍微理智点的 应该考虑离婚了 可是 我们身处的这个圈子 这样的事再平常不过了 没有人会因为婚姻出轨而离婚 只会因为合作破裂 家族闹翻脸 利益分配不均这样的事而离婚 我心里难受 整夜睡不着 快要窒息 我向身边的人寻求帮助 我的家人 死党 朋友 他们都劝我不要当回事 好好过自己的日子 可我过不好了 我不再找任何人 不再向人诉说内心的压抑折磨 没人能理解我 他们能把婚姻出轨当作平常 但我做不到 我只知道 这不是我想要的婚姻 我痛苦 但还是没法提出离婚 我舍不得 我还爱糖尿 如果就这么离婚了 我会不甘心 会忆难平 会恨他 甚至永远忘不了他 这不是我想要的 于是 我做了一个决定 要慢慢收回对糖尿的爱 可能会很难 很漫长 但我有耐心 我对他的爱很深 但一天耗掉一点 总有一天会全部耗光的 那时候 我就能轻飘飘提出离婚 我会毫不留恋地离开 再无遗憾 开门声将我从思绪中拉回 糖尿换了鞋 直接朝我走过来 他面色不耐 声音尽量平和 我已经把杨帆打发了 别生气了 他伸手来牵我 对我一巴掌拍开 离婚的是 我没开玩笑 糖尿皱眉 关于离婚的事 我早已跟家里人谈妥 他们是重利益 但好歹都是真心爱我的 我哥劝我不要离婚时 我问他 是不是离了糖家 富家的生意就做不下去了 我哥不服气道 怎么可能 你不要小看你哥的能力 我们两家是并驾齐驱 是合作共赢 不是谁必须依附谁 那如果没有糖家 富家生意会受影响吗 我又问 应该说 我们两家都会受点影响 但关系不大 他回我 那我就放心了 我再一次强调 我要离婚 家人一直劝我 想开了就好 他们说 出轨真不算什么 只要不搞出私生子 那些男人都是昙花一现 我反问 要是一直想不开呢 一辈子想不开呢 你们想让我郁郁而终吗 爸 妈 哥 你们那么努力 挣那么多钱 不就是想让自己的家人 过得开心幸福吗 如今 我一点都不开心了 财富积累到我们这样 为什么还要让自己受委屈呢 他们被我说服了 对于我的执意离婚 他们妥协了 我爸说 罢了 糖咬在优秀 让你不痛快了 那就不值得客厅里 气氛安静了很久 我和糖咬相过无言 最终 还是踏踏破了沉默 明周 我想不通 你为什么非要离婚 因为我不爱你了 我回答得毫不犹豫 不可能 糖咬立马反驳 慌张地看向我 明周 你不可能不爱我 为什么不可能 没有爱是永远不变的 我淡定到 更何况 你永远不知道 这几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自顾说下去 你一个一个在外面找男人 让我陷入了疯狂的自我怀疑中 我在想 是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 你才去找别人 后来 我想通了 不管是不是因为我不好 这种痛苦的婚姻 我都不想持续了 我要停止爱你 等不爱你了 我就可以洒脱离开了 这四年 我都在对你做断舍利 好在 我成功了 终于 我把你从我心里去除干净 你再也不能影响我了 糖咬双眼泛红 对不起 我不知道 我看他一眼 你当然不知道 你快乐着呢 这就让我更加不平衡了 凭什么我每天痛苦 你却那么快乐 这不公平 所以 我要摆脱这样的痛苦 因为被各种情绪疯狂折磨 煎熬 我去看了心理医生 医生告诉我 最好是找点别的事做 用忙碌转移注意力 于是 三年前 我决定去考研 去考我喜欢的导演戏 去学习拍电影 这是我认为 自己做的最重要的决定 唐咬精一的看向我 你考研了 你喜欢拍电影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回答 高考后 我其实就想去学导演 可你说不想跟我分开 就擅自帮我填了 跟你一样的金融戏 你没有问我想学什么 我因为爱你 就把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 对于我来说 为了爱的人做一点牺牲没什么 抱歉他苦笑 我还自以为是 认为自己这个女朋友做的挺好 可我连你喜欢什么 想学什么都不知道 孩子做多情 因为你很想跟我在一个班 你不用道歉 作为女朋友 其实有很多地方你做的很好 远超其他人 仅仅是给我制定学习计划 逼着我上进这一点 我就要感谢你 当初选择沉默 跟你一起去学金融 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这四年我也好好学习了金融知识 跟你度过了美好的校园时光 我并不后悔三年前 你考上了导演系 去读研究生了 他问 嗯 我点头 去年已经毕业了 不过还是闲在家里 最近下决心进入导演行业 好好拍一部完整的作品 唐咬苦笑 笑着笑着流泪了 作为你的妻子 我连你念完了研究生都不知道 真是失败啊 所以说 你并没想象中的那么在乎我 我直言道 当初考研的资料 唐咬就放在卧室的书桌上 后来我也经常放专业课的书籍在那里 可你从来都没看一眼 唐咬舞珠双眼蹲下 看着很痛苦的样子 当年以为可以海枯石烂的爱情 并没有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我们都做不到像以前一样爱对方了 咬咬 放过彼此吧 不 唐咬态度坚决 我不要离婚 我哥问我 你是怎么刺激唐咬的 他说 唐咬把身边的男人都打发了 而且 昨天两家签了一份合作协议 关于利益的分配之前早就谈拢了 唐咬却临时改动 愿意把大半的利益都让给富士 既然他这么大方 我就不客气收下了我哥孝道 就当他这几年让我弟弟受期的补偿吧 到时候哥把多赚的钱都给你 唐咬不愿意离婚的态度很明确 为了让我回心转意 他一有时间就往我在的剧组跑 一去就给整个剧组点下午茶 用我的名义 只要我提离婚的事 他就左顾而言他 我知道唐咬不肯离婚的原因 他不相信我真的不爱他了 他笃定 我只是嘴硬 那么多年的感情不可能全部放下 所以 他虽然很积极的在挽回 但始终带着胜券在握的信心 直到 他在剧组碰到了柳如烟 柳如烟一过来 就熟练的跟我打招呼 怎么样 现在让你自己拍 感觉有把握吗 他一手撑在我身后的椅背 俯身凑近 笨还是有点悬 我思索 然后跟他讲了我最近的体验和感悟 没事 胆子放大点 正好公司有个短剧在筹拍 现成的班子 你拿去练手吧 反正短剧投资小 搞砸了也损失不到哪去 他随意到 看到我俩旁若无人的交谈 唐瑶坐不住了 他起身走近 朝柳如烟伸手 刘总好 我是唐瑶 感谢你对我们家明州的照顾 重点强调我们家三个字 柳如烟也礼貌伸手 两只修长的手交握的瞬间 仿佛有霹里啪啦的火花溅出 周围人时不时偷偷扫过来的目光 无一不闪烁着八卦的光芒 不用谢 我跟明州是朋友 他还准备入过我们公司呢 以后就是合作伙伴了 互相照应是应该的柳如烟谴笑 明州 你想开娱乐公司 唐瑶侧头靠近我 语气轻密 干嘛要入股别人家的 去当个小股东 我给你投资开一家 你自己当唯一的老板 不用啊 我跟他拉开距离 客气道 我一刚入行的人 什么都不懂呢 开什么公司 有人带还不好吗 可是唐瑶顿了顿 我可以找业内人帮你经营 你别跟这家伙合伙 凭你不怀好意 我怎么不怀好意 我还会害明州 你自己什么心思你清楚 同样是女人 别把别人当傻子 柳如烟轻痴 据我所知 你们快要离婚了 谁说的 唐瑶额间清金暴露 显然是气急了 我说的我慢悠悠开口 我们要离婚 这是事实 唐瑶深吸一口气 尽量让情绪平稳下来 语气也温和起来 明州 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 他这样油烟不尽 我一时还真没办法 如果能说服他同意 是最好的方法 两家集团都会造成影响 另一方面需要拉很长的战线 每个半年别想离城 我很苦恼 不知道怎样让唐瑶相信 我对他真没感情了 可是没多久 唐瑶区突然答应离婚了 也不算突然 经历了那件事 他终于相信 我不爱他了 那天 唐瑶区正在施工的一个工地现场 转了转 不小心踩空 摔了一跤 胳膊扭伤了 接到电话后 我立马赶到医院 到的时候 医生刚把他的胳膊包扎固定好 表情淡定的唐瑶看到我出现 眼神里闪烁着委屈 我问了医生情况 听说不太严重 才松了口气 看了看他的胳膊 我问 感觉怎么样 他望着我 嘴唇张了张 一个腾字还没说出口 就被我立马打断 我接着道 不会影响明天的发布会吧 这句话刚说出口 我们两人都愣住了 伴上 唐瑶悲凉的笑了 明周 现在 我终于相信 你不爱我了 他捂住胸口 这里好疼 我 我想找补一下 却无从开口 刚才那句下意识问出来的话 确实是我内心最直白的想法 不会影响明天的发布会 放心吧 他面色苍白 你知道吗 刚才听到你问这句话 我脑海里突然出现我爷爷的面孔 我知道唐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小时候 我们一起长大 还是邻居 他的经历我一清二楚 跟我比起来 唐瑶的成长经历要惨多了 他家更符合众人眼中的豪门印象 我爸虽然在外面胡来 但这些事都是我长大以后才知道的 爸妈还是爱我和我哥的 他们在我们兄弟小时候 是不会让我们知道外面乱七八糟的事的 我们兄弟小时候一直以为 爸妈很恩爱 我们一家很幸福 慢慢长大后 才一点点窥视到那些刻意隐瞒的真相 但我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有了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 而且后来我爸的爱好逐渐转移到钓鱼 对外面的花花世界也不感兴趣了 但不可否认的是 爸妈对我们兄弟的爱从不作假 傅明周就不一样了 他爸妈是典型的豪门连姻 没有任何感情 连生下他就跟完成任务一样 唐咬一出生就被丢给了他爷爷 他爸妈常年不回家 互相不见面 各玩各的 唐咬的爷爷对他爸爸已经不抱希望了 所以重点培养他这个孙女 作为唐氏的接班人 从小 唐咬就在严格的教育下长大 他的爷爷严厉古板 不苟言笑 在这位老人眼里 仿佛孙女不是血脉相连的亲人 而只是他唐氏帝国的继承人 从小被寄予厚望 唐咬的童年被各种学习任务安排满了 他的爷爷不关心他快不快乐 只在意他优不优秀 八岁那年 唐咬在体育课打球时受伤了 当时 他的膝盖上全是血 他爷爷见面后 第一句话是 会不会影响明天的基建比赛 唐咬的爷爷对他鲜血淋漓的膝盖视而不见 只关心他明天能不能正常参加比赛 医生给他处理伤口的时候 我悄悄站到他身边 看着他咬牙的动作 我知道 他肯定很疼 我把手伸给他 疼得忍不住 你就咬我的胳膊吧 本来难受的他却笑了 在哪里学的这些 电视上都是这样演的 我理所应当道 少看点乱七八糟的狗血剧 他抱了抱我 那天晚上 我躺在床上 想着躺腰腿上的伤 我想到之前 自己的手割了一个小口子 都疼得要死 他破了那么大一块皮 流了那么多血 肯定比我疼好多倍 我忍不住从床上爬起来 给他打电话 瑶瑶 你是不是很疼 疼得睡不着觉 我吸了吸鼻子 本来是有点疼 不过现在好了他带着笑意 为什么 因为 有人关心 可以治愈一切疼痛 叹愉悦的声音 从听筒传来 今天是端午节 我爸妈也回家了 可是他们吃了饭 就匆匆走了 连我腿上的伤都没发现 爷爷只是叮嘱我 晚上睡觉不要碰到伤口 免得恶化 影响明天的比赛 明周 你是唯一一个 只关心我这个人 在乎我会不会疼的人 有人真心实意关心我 我觉得很幸福 后来彼此陪伴的时光里 我也发现 唐咬看似风光 实则是个小可怜 他没有家人关怀 所以我加倍爱他 让他体会到 被人心疼的感觉 可是 当我不爱他时 这些心疼也一病受回了 如今 看着胳膊受伤的唐咬 我竟然下意识只关心 会不会影响明天的发布会 我变得和他爷爷一样吗 唐咬仰着头 看着头顶的天花板 我把这个世上 唯一在乎我的人弄丢了 是我活该 无论论站在旁边 不知如何接话 两久 两行内从他眼角滑落 我答应离婚 他开口 明周 我放你自由 在财产分配方面 唐咬可谓十分大方 领离婚证那天 他站在明政局门口 对我道 明周 我答应离婚 是因为我知道 这段感情走到头了 是该结束了 只有结束 才能有心声 你说是吗 什么意思 我醋眉 我要重新把你追回来 用尽我余生的时间 太云淡风轻道 我不会走回头路的 我语气坚决 我当然了解你的个性 但我还是想试一试 他倾笑 不然会不甘心 一想到以后的日子 身边没有你 我就觉得生活太无趣 不用事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没有任何希望 我毫不留情的拒绝 没事 就算失败 也是我最有应得 活该孤独终老 他笑容苦涩 别倦我了 我不会放手的 不然 我会身无可恋说完 不待我回应 他就转身离去 我刚走到停车场 就见到站在那里 望着我的柳如烟 他穿了一身红色连衣裙 手捧一束向日葵 笑容灿烂 你怎么来了 不知为何 看到他 我的心情就莫名变好 不自觉嘴角上扬 你的好日子 怎么也得庆祝一下对吧 他把手里的花束递给我 祝贺傅明州先生 从此自由自在 向阳而生 谢谢我接过向日葵 走 带你吃饭 他冲我洋洋下巴 吃饭时 柳如烟告诉我 今天不止有一件喜事 我的短剧班子已经组建完毕 只等我明天去开会 给大家安排工作任务了 不错 我把所有工作都计划好了 都有些迫不及待马上开拍了 我举起酒杯 今天算是双喜临门 感谢刘总的无私帮助 第二天清晨 我拎着笔记本电脑到楼下等车 昨天车子送去保养了 我只能自己打车 刚出小区大门 两辆车同时在我面前停下 明周 唐晓探出头 我送你去上班 明周 同时 柳如烟从另一辆车里走出来 顺路 给个机会 我看了眼唐晓 转身跟着柳如烟上车 关门的一瞬 唐晓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等下去你剧组探班 我一直都知道 唐晓耐心极好 但我不知道 有一天 他会把所有耐心用在我身上 我不止一次告诉他 不用来我这里做无用功了 可他却说 他追他的 不用我管 还说 他本来也没对附和抱什么希望 不是 没抱希望 他这么殷勤做什么 明周 每天来看你 为你做的这一切 都是我身体的本能 不是我自己思想控制的 你明白吗 他苦涩道 我知道你讨厌我 也曾试过不来找你 可是那几天 我整夜失眠 整个人暴躁不安 无法静下来做任何事 你现在是我心理疾病的良药 求你不要赶我走 我只看看你就够了 哪怕看着我和柳如烟 谈笑风生 他也不离开 流言不尽 于是 我不再理会他 只当他不存在 一年后 我导演的一部青春片获奖 拿到奖杯的那天晚上 柳如烟向我告白 我顺应自己的心意 答应了他 成为他男朋友的第二个月 刚好到了他要过生日 我没跟他提生日的事 想给他一个惊喜 他自己也没说 他生日的那天 下午去参加了高中同学聚会 晚上 我让他给我发定位 去餐厅接他 到了餐厅 我先去了洗手间 在隔间里正准备出来 却听到外面两个男生在交谈 刚好提到柳如烟的名字 这么多年过去了 柳如烟怎么还是这么好看 一个男生道 我又忍不住心动了 确实 不愧是当年咱们搬搬花 颜值太能打了 这是另一道男生 听说 当年高中时 他暗恋一个男生足足三年 你知道是谁吗 不知道 只知道他为了那个男生 拒绝了所有跟他告白的男生 又美又专一 我怎么遇不到这样的对象 离谱的是 他是单恋 人家男生不喜欢他 随着那两人走出洗手间 后面的声音就听不到了 那天晚上 接到柳如烟时 他很惊喜 看到我给他准备的生日蛋糕和礼物 他更是感动 可是很快 他发觉到我情绪的不对 虽然感动于你给我过生日 但我更在意你 他许玩愿 温柔地亲我的额头 一整晚你都在走神 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 嗯 今天去接你时 无意间听到你老同学谈论你 我声音低落 他们提到你高中暗恋一个男生三年的事 虽然我知道很不应该 但还是忍不住有点嫉妒他 就这 他倾笑出声 柳如烟牵着我的手在沙发坐下 躺在我怀里 他的脸轻轻地蹭着我的掌心 轻声问 还记不记得 当年我在你们大学校园碰到你的事 我点点头 当然记得 那时候 我虽然跟着唐晓学了金融 但心底对导演的梦还没有熄灭 我报了一个摄影的选修课 想重点提升一下自己的拍摄技术 为以后的导戏打好基础 那门选修课的期末作业 需要我们自己拍摄一个自订选题的短片 必须有人物出镜 我不好意思开口找同学帮忙 就在网上花钱约了个模特 那天闹了个乌龙 跟模特约定好见面时间和地点后 我就在那里等他 柳如烟出现在我面前时 他过于出色的外形条件 让我立马认定 他就是我约定的模特 我二话不说 拉着他就走 快点 我们要尽快在自习室关门前拍完 至今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当初柳如烟为什么会乖乖配合我拍完的短片 等拍完后 我看到手机上几十个未接来电 是那个约好的模特打来的 我才发现自己拍错人了 不过 我对自己的作品很满意 对柳如烟这个模特更满意 决定将错就错 我留了他的联系方式 给他转了拍摄费用 真正的用意是 这个模特太上进了 说不定以后还能合作 不过 当我把短片成品剪辑好发给他后 他却再也没有回过消息了 也是后来才知道 那时候他已经出国了 话说 我拍的那个短片你还没看过呢 那时候你可真的我忍不住感慨 那你还记不记得 我当时是怎么介绍自己名字的 柳如烟问 烟烟啊 我说 我的手机里一直存的就是这个名字 你就不觉得奇怪吗 第一次见面 哪有介绍一个小名的 我当时以为你是模特 你们模特不都喜欢取个一名吗 我就以为烟烟是你的一名 好吧 你还挺会逻辑自洽 他服了 那你就没有觉得 烟烟这个名字有些耳熟 烟烟 我这我没思索 很普通的名字 嗯 确实普通 难怪你没想起来柳如烟用小指勾着我的头发丸 提醒你一下 五岁 仓库 馒头 这几个词语 立马勾起童年的那段不好的回忆 五岁那年 我被绑架过 当时跟我一起被绑架的 还有一个小女孩 我俩被绑着双腿 扔在仓库的角落 绑匪可能为了省事 每天只给我俩吃两个馒头 吃得我俩看到馒头都要吐 后来 小女孩发烧了 满脸通红 绑匪连药都不给她 冷漠道 死不了就行 那天半夜 小女孩浑身滚烫 绑匪把仓库从外面锁着 黑漆漆的空间里 只有我们两个 我摸了摸她烫得吓人的身体 吓得呜呜直哭 我真的很怕她死了 这样的境地 她是我唯一的同伴和精神寄托 后来 我忽然想起来 自己的口袋里还有一颗爱心糖 爸妈不让我吃糖 这颗糖还是哥哥偷偷藏在我口袋里的 我一直舍不得吃 我把糖拿出来 塞进小女孩的嘴巴里 我想 如果临死前能吃一颗糖 她应该也没那么难受了吧 幸运的是 那天晚上她挺过来了 第二天一走 她的烧竟然退了 睁开眼睛 小女孩的第一句话就是 糖真甜 还有吗 接下来的几天 我和小女孩成了相依为命的伙伴 我们知道了彼此的名字 她说她叫燕燕 我说我叫傅明周 我因为之前被绑匪抓时 惊吓过度 说话一直磕磕巴巴 燕燕说 他们家开有一家医院 里面有很多厉害的医生 还向我承诺 一定会找医生帮我治好肩膀的 没多久 我俩被成功解救 被警察暴走时 我俩还约定 以后还要做好朋友 可能那段记忆不太好 加上我的年纪也小 后来 这段经历在我的记忆中慢慢模糊 我惊讶地看向柳如燕 你就是燕燕 她点头 那次被解救后 家人为了帮我走出阴影 带我去了另外的城市 直到高中 我才回来 我特意让爸妈 把我转进跟你同一所高中 我心冲冲去找你 据发现 你跟在另外一个女生身后 满心满眼都是她 我胆怯了 停住脚步 就这么在一旁看了你三年 所以说 你暗恋的男生 是你呀 她满眼深情 一直都是你 柳如燕说 从高中到大学 她都以旁观者的角色 看着我的喜怒哀乐 后来 她准备出国了 想去再看看我 到了我们学校 反复做了心理建设 准备过来跟我搭讪 就被我拉着去拍了半天短片 我们一起聊天 我跟她谈自己的理想 谈无法达成的导演梦 我把没能诉说的心理事 一股脑的讲给这个陌生人 她说 那一天很幸福 是离我最近的一天 她心满意足地踏上了出国的飞机 而我听到这里 心里软得一塌糊涂 原来 我们的缘分这么早就开始了 原来 她默默在我身后这么久了 为什么 你不早点说 我轻声道 因为 看得出来 你很爱唐咬她的声音有些落寞 我不想打扰你的幸福 饮食公司其实是为你开的 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丝念想 她笑起来 虽然你结婚了 但我总忍不住幻想 万一呢 万一哪一天你的导演梦又复然了呢 那我这边早已为你开好了路 你只管策划奔腾就好了 你真傻 我望着她 柳如烟帮我擦了擦 不知什么时候流下的眼泪 雨掉温柔 我不傻 我做的一切都有了回报 现在 你不正在我身边吗 她笑着说 那天品酒会 我本来没打算去 听说你在 才火急火燎地坦了过去 在停车场 你平静地看着唐咬跟别的男人离去 再也不负当年哭到伤心欲绝的模样 我就猜想 或许 这些年的等待有了盼头 当你告诉我 你要拍电影 那一刻 我感觉心头仿佛有花朵展开 我紧紧抱着眼前的人 亲了亲她额头 笑道 傻瓜我和柳如烟的婚礼 唐咬没有来 她让人抬了一整项的金条 作为我的结婚礼物 唐咬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明周 我走了 唐氏正在开辟东欧市场 以后我就常住海外了 对不起 我让你对爱情失望了 祝你幸福 一抬头 我看到柳如烟神色不渝地走过来 怎么不开心 我美丽的新娘 她把手机递给我 唐咬着混账 临走还要威胁我 说我对你不好 她随时回来把你带走 那你会对我不好吗 我低头问 你是我跨越千山万水 才得到的珍宝 我会用余生爱你 她望着我 正中道 燕燕 我好像从来没说过 什么 我爱你全文完